关闭疫情期间,我国去年电力需求下降了2%到4% 不过今年预计经济回暖,电力需求也将回升 我国将继续地通过四大途径保障未来的能源供应和促进再生能源的使用 毛工部第二部长陈诗龙医生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透露 除了天然气和太阳能这两个能源使用的发展方向 政府将继续与业界和研究机构合作,并拨款约5000万元 协助开发新兴低碳技术,例如轻的使用,以及碳的补货和储存等 未来的能源混乱会在四四转移动上的技术 这会需要以努力去增加能源的能源 在各个市场和市场上的能源 我国也寻求从本区域国家进口能源,通过实现能源多样化 有效地降低能源短缺的风险 我国即将在今年5月中旬举办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当局将采取严格的冠病防疫措施 包括了限制本地民众同议会人员接触,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 相关的措施预料将成为我国日后举办活动的重要参考 冒风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政务部长陈胜辉 在国会答复议员询问时表示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举行期间